不为深刻 哪个人也不须辞退 把他们养老送终 他是谨遵复命 养老送终行啊 你别让他抬了 七十多岁还抬 抬得动吗 不行 能凑合就凑合 你请假 你请假他不准呢 请一回不准 请两回不准 教父头实在没办法了 带着这教父上去了 请钟谭安 他那倒很客气 他算一算 什么事啊 小小子在您假前 不敢说岁数大 可是我还小呢 我八十二人 我们这腰腿实在不利嗦了 那个抬轿的时候 我怕有个这个 走不利嗦啊 摔个跟头 摔着我们呢 倒没什么关系 要摆中腾磕着碰着 我们可担罪不起啊 哈哈哈哈 等一会儿我下条 大伙儿停行了 下条这是让我们走了 高兴 到这个教盘里头这么一坐 怎么样 你们说呀 你们不会说 你看我这一说 他也怕 磕着碰着 马上就下条 等着吧 一会儿工会儿 张承刘安 拿这个条来了 哎 交费头听阵 中腾有余 呵 这根我都高兴站起来 是 准嫁了 回家了 对 回家 听长 交费头听长 中腾说你们年老木花 腰腿不见 呃 现在中腾恩师格外 法外诗人 台教之时 每人准需主 拐棍一根 这叫什么主意啊 这叫 刘宝瑞的单口相声 用两句文言文来评价 那就是 上邪不用追子 真好 狗撵鸭子 呱呱叫 不是文言文啊 这叫邂逅语啊 反正就是一句话 好 宝字辈之后 那就是文字辈 这个文字啊 就是从苏文茂 这个名字当中取的 苏文茂啊 是咱们都很熟悉的 文根相声的代表人物 这一代演员当中呢 有很多的名字当中 有文字 比如说魏文亮 刘文亨 王文玉 这些天津的相声演员啊 当然也有很多 没取这个文字的啊 比如咱们都很熟悉的 马记 侯耀文 高英培 这都是这一代的演员当中 杰出的代表 可以说宝字辈和文字辈啊 是相声界发展的 最鼎盛的时期 也是人丁最兴旺 名演员最多的时期 从文字辈再往后 它有个名字辈 得受保文明嘛 据我所知啊 只有苏文茂的儿子 苏明杰 是按照这个名字写的 其他的演员呢 基本就 往后就不这么排了 一百多年来啊 正是这个一代又一代的 这些相声人们 口口相传和不懈努力 才让相声这门艺术 在民间生根发芽 发展壮大 相声其实也在经历着 一次又一次的变革 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 就是一直在与时俱进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呢 就是在1949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 大伙都知道 在旧社会啊 这个相声艺人 社会地位比较低 说相声 其实就是他们一个 谋生的手段 为了多挣点钱 这个相声的内容啊 它为了迎合观众 就掺杂了很多低俗的内容 江湖气也比较重 甚至有些相声里边 就充斥了很多 不文明的词句 像一些什么 低级的伦理根的笑话啊 等等等等啊 等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社会舆论 逐渐对这样的 这个低级庸俗的这些 这样的相声 就有了谴责的声音 你那时候谁要一说 说早上听相声去 那旁边有人就得说 这低级 听到暗门 这相声马上那时候 就成了快成